接著就到partboy4 就問回我們當dp dt拿到greatest value的時候 農場裡鴨的數目是多少 如果我們要想一件東西拿不拿到greatest value的話 我們就會研究它的dst 然後設定它等於0 看看會不會拿到min和max的值出來 所以在今天來說 我們想dp dt是知道它什麼時候拿到maximum的話 我們就會研究它的dst 所以我們會拿回這個d2p over dt2 等於0 但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都不等於0 分別是這個 這個藍色筆這個不會等於0 所以整個過來右邊也沒有了 然後這個-512也不會是0 定過來就沒有了 lan2的2次也不會是0 所以過來就沒有了 2的5-4t次也不會是0 所以定過來也沒有了 所以最後我們會剩下 8-2的5-4t次是等於0 即8是等於2的5-4t次 但我們8其實是2的3次 所以我們會有3是等於5-4t 即4t是等於2 但我們要做一個checking的動作 所以就會在d2p over dt2 裡面代替t等於2分之1小小小小小 d2p over dt2s 我們這個t等於2分之1大小小小 看看有沒有一個 我們今天是上了maximum的 所以其實是先升後跌 是比較理想一些的 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可以用3650p 順便幫我們做Defential的動作 我們應該是D 這條就出旁邊那條 順便代替數 所以打底應該打這條 所以ddx128lon2 再乘回2的5-4xt 除回括弧 2的5-4xt 三括弧加8 三括弧二次方 我們今天想把2分之1小小小小 所以0.5-0.01 我們期望先出正數 是正數 你看到這個位置是正數 所以大過0 然後在後面改為加0.01 我們期望是出負數的 我們期望是出負數 應該都是負的 應該都穩陣 這個是負數 所以我們就知道 其實它是小過0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dp dt attent maximum when 我們的t等於2分之1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when dp dt attent its greatest value 那個number of duck 就會等於我們在這個公式裡 代替t做0.5的時候 所以就會是32除回括弧 a是2 to the power 5-4 乘回0.5 三括弧 再加8 三括弧 出來就會是2 OK 所以就可以回答它是2000 就是這樣 這樣就成功做到整個2020第十二題 我們就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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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